就是我龜狗已經滿了 然後我們四個人還沒滿 沒有滿的話要帶一個家長去 然後我有帶我姐 然後剩下這三個人什麼都沒帶 所以就不能打 問那個主辦單位說 啊這個就是龜狗當他的家長可不可以 然後我表姐可以一直帶兩個 然後她就說不許 還害我們這個超新星隊伍首次出戰 就直接撞到牆壁 疊到就沒了 下面NT啊黑礦一定是你嗎 不是指哪一個有很多個 惡君 這個 故意跳過 這好久了 這個應該有個 十七十六十五十四 可能有個十三十四年前的吧 這好久了 現在沒聯絡 沒有了 沒聯絡了 好久了 這個 這個應該是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玩的時候 這可能是第一次打 第一次打線下賽 這好像是第一次 就是我們幾個人第一次去打那個 第一次打線下賽應該就這一次 這第一次了 緊接著呢第二位呢 是我們NTR的吳冠賢 龜狗 龜狗 那時候沒有打 那時候是打第二次 我不知道 那要你們去找 我也不知道 那現在好像找不太到了 以前很多照片 以前照片比較多 以前還有影片 以前那個直播 如果 以前直播可能沒有存檔 以前有影片啊 每個禮拜都直播 每個禮拜就北中南北中南這樣打 那時候那時候還有影片 現在沒有 應該找不太到了 三光光了吧 那個橘子 應該是刪掉 沒有存檔 發文的是巴哈公會長嗎 我看一下發文的是誰 發文的這一個人已經 去見上帝了 這個 這個人 我知道 他以前 他以前是 我們公會 那個NTR的 我跟他不錯 就是他拜託我去玩跑跑卡丁車啊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CS比賽打完 然後之後後面接著比跑跑 他就跑來說 冠賢那個 就是跑跑 今天 爆的不夠 可能要麻煩 你們可以幫忙 貼一下嗎 什麼的 反正就是 叫我們去貼跑卡丁車的人 因為爆的人太少 CS CS幾乎每次比賽都爆滿 就是 CS 就是很多都是那種 外縣市來卡位 因為他只有北中南 台北台中高雄 有那個比賽 可是 跑跑都爆滿 然後拜託我去 有一次就拜託我去 那個 比一下跑跑的時候 喔好啊 車子有規定什麼嗎 我就說我只有 那時候好像是 那時候應該已經到Z7了吧 就被人家癲 那他為什麼要見上帝 也是生病吧 其實後來我也不知道 後來是 快十年前了吧 然後就有一次 就他的FB 突然 就是有人發文說什麼 你要怎麼樣 意思就是 應該是已經走了 因為他也是很胖 可是他那個胖 他那個胖 感覺不是吃太多的胖 他那種胖就是有一點 可能應該也是糖尿病之類 反正應該是生病 追走的 爆哥應該是爆中區的吧 中區或北區吧 他應該不會來高雄 以前兵換的比賽就是每個禮拜 例如說 例如說今天7月1號 那這個禮拜7月6號 禮拜六 7月6號禮拜六 就是可能台北 下禮拜7月13就是台中 然後再下下禮拜7月20就高雄 然後再下下禮拜7月27又回到台北 他就這樣一直輪一直輪一直輪 然後輪格大概一季吧 可能就三個月 等於說你這一季大概會打3到4場 限下賽 然後禮拜天就會有限上賽可以打 就是6日兩天都有比賽可以打 以前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以前比賽很多 打得很爽 打得很開心 現在都沒比賽可以打 很可惜 那比賽獎金多少 好像冠軍好像是5000吧 每一區的就是每個禮拜 冠軍好像5000 我有點忘記了 好久了 我之前有拿過一次 拿過一兩次 我有拿過第二名吧 最多好像拿第二名 反正以前我沒有拿過冠軍啦 以前都被那個1.6 那老人電爆 拿第二名已經很強了 以前都第二名不然第三名 以前5000很多 好像5000吧 反正冠軍不是5000 5000就3000 有可能是321 或是531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我知道是第三名 好像1000 等於說你一個人拿200 然後就等於200塊 搭車回家 吃麥當勞搭車 因為以前 以前一個套餐才99塊 你拿200塊先買 花100塊買麥當勞 你還有100塊可以搭捷運回家 剛好 還有剩耶 跟龜狗最高第幾 我跟龜狗沒有打過比賽 那故事已經講到 不想講 我跟龜狗 就是我們以前約好了 我們已經五個人 那時候只有龜狗一個人 滿16歲了 我差差一點 我好像差兩三個月 因為龜狗是年底 我是年初 所以我差幾個月 然後剩下三個人都是小屁孩 十三十四歲還幾歲 十四十五歲 就是我龜狗已經滿了 然後我們四個人還沒滿 沒有滿的話 要帶一個家長去 然後我有帶我姐 然後剩下三個人 什麼都沒帶 所以就不能打了 那時候去 到現場 蛤? 蛤? 你家的人咧 你家你沒有帶人來 問那個主辦單位說 這個 就是龜狗當他的家長 可不可以 然後我表姐可不可以一直帶兩個 然後她說不行 從那次之後 就沒再跟龜狗組隊過了 練習了那麼久 為了想參加一次比賽 然後那次沒打 沒打之後大家就各自解散了 從此就沒這個隊伍 那是誰在搞 另外三個人在搞 因為我有看清楚比賽規章 就是一定要帶家長 剩下三個人就 蛤? 跟那邊那個主辦單 那邊求 拜託啦 我們都已經來了 打一下什麼的 不行就不行 還害我們這個超新星隊伍 首次出戰 就直接撞到牆壁 跌倒 沒了 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而且第一次還沒打到 那時候很好玩 以前比賽很多 以前就是要這樣子辦比賽 實力才會強 這樣辦的話 台灣的實力就會很高 比較會慢慢提升起來 而且也會有更多年輕人加入 可能是資金問題還怎麼樣吧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 對他們來說應該還好 以前為什麼1.6強 就是因為會辦很多網咖的比賽 而且是人家自處辦的 那個都是以前1.6紅的時候 社群自己辦的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殺個人 他們那種比較以前的選手 有辦法在台灣這種小地方 打到國際賽 台灣以前辦的比賽夠多 就是那種社群賽一直狂辦猛辦 一直打 然後大家實力就越來越猛 越來越猛 自己找贊助 以前是自己找贊助 以前就會有那種什麼 例如說現在那種 例如說原家屋 他們可能不會找到intel 這麼大家的 或是什麼 華碩 他們可能找原家屋 鍵盤周邊 就是那種電競周邊那種店家有沒有 可能冠軍不是錢 冠軍可能就送你滑鼠店 送你鍵盤 可是大家打就很開心啊 現場比較打輸 會直接開扁嗎 好像有吧 以前好像1.6打一打 輸的真的會直接開扁 就是打到不爽 會真的直接開扁 以前那個誰 你老爸 你老爸不記得我說過 不知道誰被扁 還是他扁人 那我們那一集都很兇 那現場打一打不爽 就直接約那個 線上打一打打不贏 因為約線下 你娘勒 本來是用滑鼠拿槍 用握滑鼠的時候 變成拿把打 直接開扁 因為打現場就直接垃圾化 那個打SF都會噴垃圾化 跟他打10S 再來啊 那可以噴漆嗎 那個是家常便飯好不好 噴漆便吃 變到你阿嬤都不認得 那一種 現場就是搞心態 搞心態第一名 現在台灣就沒什麼比賽了 台灣就直接像什麼 亞洲盃跟什麼 六都喔 就剩下這兩個嘛 然後一年才辦這幾個月 現在突襲辦的比賽越來越少 不然就是 要再往回頭路走 就是 變成說 玩家自己辦的 賈品可能就例如像 那種瑞士蒂亞這種有沒有 他自己去找贊助商 然後賈品可能就 可能不是錢 也也許是什麼 那個巫廷一把 滑鼠一顆 滑鼠 呃 巫廷五把 這種類似這種 他會不會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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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啊 如果是一個問題 他會不會到處 他會不會到處 通過 那邊 他會不會到處 他會不會到處 他會不會到處